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们上个视频呢,你看一下,李了个发现在年轻多了 现在呢,是我,还有熊熊,还有我们张哥 我们三个人叫了个车,把我们送到一个中餐厅吃个饭 晚上呢,是11点多的火车 去格罗德诺 在白俄罗斯也是用Yandex叫车 搭车价格不是很高 哎,他女朋友已经是提前到了 就在这儿是吧,今天晚上 唐炒,张哥 这应该是比较有名的一家中餐吧 唐炒 中华饮食远远流长了 你们这个价格就乘以2.2就行了 就比如说这个,松味烤鱼30块钱就是60多块钱 64块钱,就这么一个 金酱肉丝就是50多块钱 就这么一个水平 一道菜就是六七十,七八十 小菜一点的话还便宜一点,那可以可以 这个价格的话,在国外就算是正常的中餐价格了 一个凉菜应该也40多块钱 有人均消费,规摸着有个人民币 人民币应该是100块钱吧 好了,先上两道菜,我们赶紧的吃吧 时间也不多了 快快快快 这是腐竹红烧肉 炒的可以啊,这个 哇,真的 这是那个拉肉是吧 嗯,对啊 嗯 来来来来 张哥,认识你很荣幸啊 来来来 Lisa,Lisa,Lisa 好,好,行 等我们这绕一圈再回来啊 嗯 好 张哥是在这边做点业务 我们是纯纯的旅游 说不定我们有机会在一块回俄罗斯 肯定的 必须的 他这个西红柿丹花糖 这个太大了吧 怎么样,张哥没点错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哎 来来来,盛汤盛汤啊 盛汤 嗯 鸡蛋至少得放掉四个鸡蛋 OK,这个旅行博主当吃播 我还好久没吃腊肉了 比我预想的好 对 再绕一圈回来肯定也得再来一个 再来一点 嗯 米饭可以可以做 哇,这个加成豆腐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的 这家店挺正宗的 吃饱饭,今天晚上坐火车 哦 这土豆丝可以啊 这边还有个公保鸡丁 我自己就不太好切 也炒不出来这个味啊 这个 嗯 对啊 我也炒不出来 只要是我们都火不行啊 我们炒的都是黏的 对 对 嗯 在明斯克啊 就中国人的比例真的很高 嗯 因为我每天出门 走到哪都是留学生 走到哪都是中国人 走到哪都是中国人 因为这边每天你知道吗 呃 过来也方便 主要物价消费水平也不是很高的 我明天再开始 正式的啊 就到别的城市去看一下 也明斯克待够了 等下堂回来继续在这灌一灌 公保鸡丁也不错 嗯 好久没有吃这么分身了 ok 没事没事没事我背上去醒了 哎呀 走 哎呦 我们现在啊要回 呃搭个车回清旅 拿我的包 你你能坐得下吗 抱着抱着你 好 好行 哎呀今天感谢张哥 嗯 对对对 我们有三个人就先走了 再过几天才能回来了 好的好的一路是放啊 好好好我吃联系 好的好的一路是放 等我过几天回来吧 到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张哥我们就在清旅认识 我现在要坐车去火车站了 走 叫车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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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几十分钟 快给我进去吧 快进去吧 好了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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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出发火车站火车站 这一次我就在明斯克玩了三天啊 今天是四天 等回来再晚上一两天 应该是回俄罗斯了 明天要再申请俄罗斯的签证 就是明斯克不是很大的 都都都都都都都在这一带 大地都哪都几公里的感觉 应该到这边了 来来来先把这个包给扛出去 有个东西掉了 我的手机 火车站啊 来过好几趟了 哎 拎得动吗 七块二买上三个水 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开开车了 我们都可以直接上去了 我的车票就就一张纸 他们这个还像个一票 it's different why i don't know it's different the company 有个人是票物代理公司不同 是不是 就是我的票也是二十六块七毛四嘛 你们也是二十六块七毛四 万真你这个一看就是比较高级的像个票 我这个 我这个我这个就像一个 青铜 像个小搜剧 车已经来了 就就这这辆车 开过来了 我们在3A站台 我们得好好看一下车票了 昨天我们三个人一块买的 就这个车呀 你们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没有没有你们是几号车家 你们是13号是吧 13号是像这边 这边吗 这个就是13号 不不不这边这边走走走走 走 哇 好了好了走走走 上车上车 昨天就是遇见他俩 我们三个人一块买的票 所以说都在一个车厢 13 我们好像都看不懂俄语啊 他这个也是老式的这种火车 价格票价非常便宜 我给你们说票价 你们会惊呆的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快 哈喽哈喽 这就是我昨天遇见的两位留学生小哥 小姐姐 来自山东 来自河南 叫什么名字我都刚是都没忘问了 厨师乡 好的好的我们住一间屋 这里头有一个当地人 走走走 他应该是有灯的 我们把灯打开试一下 发车了发车了 从这个明斯克到格洛德诺 也就200多公里不到300公里 他这个火车要跑6个小时 明天凌晨到 我们已经是铺好我们的床单了 他们两个睡上铺 我睡下铺 刷了个牙 现在这个列车它属于一个高速行驶 虽然说我都没想明白 一共280多公里 这还是应该算是曲折的公路 火车估摸着也就是个250 250公里 它要开6个小时 真的要6个多小时 这怎么算呢 这个我也没搞懂了 反正睡一觉明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 那边是属于这个边境城市 就靠近波澜了 我没深耕也没办法去 只能说要到那边看一眼 晚上吃的有点沉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这个卧铺是非常便宜的 折合人民币不到60块钱 就是不到60块钱 唯独呢就是那个床单 被套你要另加钱 差不多三卢布一个人差不多 就是你给列车员给现金 他给你换就好了 就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